来看到两地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方面呢 今日互升两市是双双的小幅高开的 随后互指全天围绕着平盘线展开震荡走势 截止收盘上升中指收报在3380点升了两点 深圳城指收报在11306点升67点 再来看来港股方面 横指今早开盘是高开的 那随后就跳水在28300点上下震荡 截止收盘横生指数收报在28322点跌了165点 全日的成交额在880亿港元 哈里斯我们首先来说这个内地A股市场 我们看到这个在上周呢 其实它这个蓝筹啊 尤其是一些大蓝筹 其实是有一些整修啊 或者是调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好像在这一周 依然没有开始一个反弹的行情 我们看到在这个8月20多号的时候呢 它有突破到这个3400点之后 现在也一直都是在徘徊正道 那是否当然说在现在没有一个外部强有力的 一个因素的刺激之下呢 它就没有办法再开始反弹了 个人认为其实它应该可以反弹 应该可以破3400点的 关键就是基前 比如说好像基前定向降准 其实那个消息对于那个内地股市方面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消息 但关键是我想就是因为开会 所以维稳的力量呢 这不允许它涨太多 因为涨了太多 怕它跌了 跌下来的时候 影响到社会稳定啊 或者影响到那个气氛方面的那个问题 但如果开完会以后 我个人认为了 其实没有需要再 不用把它压在那个这么低的水平了 可能那个上升组合几数 上破那个3400甚至福 年底基前到3500的那个机会还存在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最近出来的那些企业盈利 那个预测实际都是好的 过去都我看那些报道 或者一些数据来看 实际到80%的企业方面 能够达标或者能够预洗的 所以那方面就是我们香港最新的 比如说中国元寿 它的那个盈利预洗差不多95% 一个很厉害的数目 其他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了 内地股市是应该上涨的 但关键是基前是维稳 所以不允许它上涨的太多 未来方面它应该能突破3400 甚至福挑战3500点的那个位置的 的确是大家一直在说 像这一次有与2000多家的 这个上市公司要公布这个财报 大概有七成的公司 其实它都是这个财报预洗的 所以应该是像您能说的 希望到之后会有一个突破 35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再看看这个港股方面 因为在上周四的时候呢 大家好像对这个大跳水 尾盘的时候是记忆犹新的 大家都以为说这个港股 是不是要见顶了 那结果到了周五的时候 我们看到又收复了 这个一半的湿地 那么到这个今天来看的话呢 好像表现比较的疲弱一些 那一般我们再说在这个大牛市的当中 如果是有一种这种急跌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买入的好时机呢 其实港股这一波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为什么本身就是我们积极跌 就没有其他的那些国家 有跟随着我们的那个走势 比如说好像三个星期西 我们跌的比较多 那个时候最多跌700多点 等于跌幅是那个2%以上的 但西班牙就算是西班牙 有时候很多时候就传那个加泰罗里亚 可有可能是脱离西班牙 所以大家都有点害怕 但西班牙也不过是跌0.8% 但其他国家方面甚至是0.3% 0.4%左右 其实没有这么夸张的一个跌幅 然后今天来说了 其实我老盯着其他国家 老盯着亚太区 只有我们跌 然后再加上那个澳大利亚跌 其实其他船都是上涨的 虽然涨幅不是很大 就算内地都能上涨的 但为什么我们跌这么多了 可能有一个关键就是 大家开启优励 新的那个人出局局长的那个人算 会不会是太硬派 因为关键是什么 我们的那个猜色 现在涨到0.61 那个一个月的猜色 那个是今年1月份 从高以来是最高的那个水平 其实突破了上一个月的高位 然后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今天整个地产股的那个板跨 都是往下走的 因为地产股对于利息方面 是比较敏感的 如果大家觉得 未来联储局有机会加息的部分 比以前集合多的话 那对于那些地产股 或者对于那个港元方面肯定有影响 所以香港方面的下跌 我想是跟那个美国方面 那个货币政策方面有点关系 未来也有盯着那个人民币的走势 如果人民币走势太弱的话 也影响我们的 好 谢谢Harris的分析 好 那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回来 再见